鹿宋岳議員 最初看到港鐵票價的調整機制的時候 我們都挺歡迎的 看到港鐵在物業發展的利潤 會形成一個生產力的因素 有一個扣減 如果賺超過100億就可以減0.8% 但看來細節其實真的變化不大 它本身都有一個減0.6%的安排 現在最多減0.2%這麼大把 而且沒有利用封頂 我們議會其實過去講了最多 最直接的市民覺得就是利用封頂 而且港鐵那一年多賺多少錢 我不管什麼原因都不要加價 就是這麼簡單 你又不做 之後其他的事故 事故 很多市民老實說 給車費最重要是準時到 沒有鑊氣 最激氣就是有事故 脫門、脫卡、脫路、延誤、誤點 說什麼都出齊 近年越來越多 為什麼呢? 主席 因為不夠維修人手 維修人手 人工差 士氣低 又沒有年資 那就流失了 港鐵自己也承認在招聘上有困難 但他又沒有去針對性解決問題 最生氣的是市民工會 前兩天都不停跟我說 你一定要說肥上瘦下公司 可能我昨天罵完CEO和常務總監 一千六百多萬的人工 加上花紅 再加上 另外就是常務總監 九百多萬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沒有來 他們的服務 他們的表現掛勾花紅爆升 過去兩年升了三四倍 他們什麼表現掛勾 值得他們的花紅升幾倍呢? 當然了 在籍的楊美珍女士 她的花紅都挺和味的 大家看看 我們市民其中的意見 不如說 除了票價機制之外 不如有事故高層都要減薪 減花紅 在機制上有沒有體現 這件事要令到高層和市民 和工友 他們的利益要一致才行 否則市民會覺得 高層打算左省右省 因為省完之後 公司利潤就上升 公司利潤上升 就代代平安 跟我們市民期待的 是不同的 因為港鐵的本質是什麼呢? 它不是一間簡單的私營上市公司 它是一間為市民服務 是一間政府擁有75以上股權的 一個公營機構 某程度上是 它是政府的延伸 怎麼可以這樣 肥上秀下的主席 我覺得 雖然今天我們主力 是說票價機制 但是票價機制 我們得到的是一個 我們覺得合理的服務 這一方面 我覺得管理層要問責 要體應問責精神 結合票價機制 市民就會回復了 謝謝主席 好 局長 主席 多謝 多謝主席 等一下 我就想請楊小姐 就住的維修人員 那裏 講開高層的薪酬 其實每一年 是 統事局裏面 都就住 高層人員的 和表現掛勾的薪酬 大家討論 亦都就住 整個公司的發展 和個別人員 他們的表現 工作範圍 裡面的工作表現 我們也有討論 維修人員 維修人手到 我想請楊小姐 局長 員工有沒有這些花紅? 員工有沒有這些花紅? 為什麼高層有花紅 員工沒有花紅? 員工表現不好嗎? 請委員冷靜 好 因為時間也夠了 不好意思 沒有時間給你們回應 議員也都在會議室裏面 要保持冷靜 好好地表達意見 要是一個表達意見的地方 請北辰爺 行了 OK嗎 好 兩件事問楊女士 一件事問局長 一件事問局長 你需要時間想想 你說會檢討懲罰機制和高層的花紅掛鉤 你說了你會的 我現在給你一個實際的提議 每年如果港鐵罰1000萬 那些高層的花紅就扣10% 2000萬就扣20 3000萬扣30 如果罰1億就沒有花紅 讓你考慮 很實際的 OK 那麼 第二就是楊女士 你說和利潤掛鉤 我們實證完略 和全香港都喊了很久 那麼你的利潤就是 1.2% 是減 那就濕碎到暈了 但是最重要呢 就是只是計買地 就不計那些商場 車站 租金 廣告收益都沒有 就是我的企業 交給你的租 你都不肯當是利潤 你知道你收多少租 多貴 是吧 喂 沒什麼理由 那為什麼只是賣地呢 是吧 那你 如果沒有鐵路 不是你營運的 你的站 飲品是沒有人買的 廣告是沒有人看的 是吧 那肯定是整個東西 牽連住的 你說外國那些 我不管你 你外國那些 賺到錢 那就可以說算了 就是你要回應一下 為什麼只是計買地收入 那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這個回贈這個呢 那真的笑死人了 你現在呢 就是周末半假呢 就包埋那些 其實主要都是 遊玩客的 上班族受影響 你就去回饋給那些 遊客 星期日那些 六日那些 包埋跨境客 那你這個優惠呢 就被人罵到死了 那你就說呢 長期每天30% 沒有人過 那就可以 那你就縮短一點 那我現在有一個 很實際的事情 想你回應 你很簡單的嘛 你 weekday weekend 都包了 每一日 你就扣15% 就是百五折 如果一年 是被人罰一億呢 你就每日扣百五折 扣扣扣扣 夠到還回一億給我們 如果一千萬的 那你的日子就少很多 那百五折呢 我問過很多人 那搭巴士的話 百五折我不會轉的 我不會逼爆廣鐵的 但是搭車的人呢 百五折呢 他是感受到的 我就真的不明白 你怎麼會把這件事走出來 這件事是 其實是 完全真是 九五搭八 我真是不明白 你怎麼會這樣 那所以是三個問題而已 局長一個 女士兩個 好 局長 田議員提到的意見 我們會考慮 好 楊女士 我想 剛才局長都有提到 為什麼我們選了物業發展 就是因為 比較簡單 清晰 因為我想 我們譬如如果用我們 其他的業務 包括海外 或者包括其他業務 其實也有很多波動 所以我們最終就是 其實兩個都有去各個好處不好處 想過之後 那也是選了物業 因為我加給你的租金 也不算 是 本地的 我想其實選哪個做指標 都是我們是一個換算 我申報 我可以租客 對不起 就是我們是一個換算 譬如我們就算 你說 全部的 全部的 收入 我們 畫出來 好像我們現在看到那個圖表 我想那些都是我們很大力度 覺得可以給到 就是負擔到 去壓低票價的一個數目 至於選擇什麼來做那個指標 我們就是剛才的原因 就是選了一個比較簡單 異明 和清晰 至於另外一個 聽到田議員的意見 就是優惠方面 我想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 在出了之後 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我想 我們會繼續觀察 至於剛剛過去的那個 其實4月89號 都有兩天加起來 有800多萬的乘客 享用了 接著周小松議員 多謝主席 我對這次票價調整機制 最後檢討完出來的這個結果 我是表示非常之生亡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條票價調整機制 就行了十幾年了 但是呢 我看過去的結果 就加多減少的 幾乎 就是 每年都加 那麼 還有呢 後來加了一個 一個生產力的因素 扣感之後呢 也都是 改變不了這個狀況 甚至乎 生產力因素 去到 計算是零的時候呢 以前 港鐵自己都不好意思 特別的一個扣感 加多維持百分之0.6的扣感 所以 看回這次呢 雖然表面上看 是政府是引入了一個 墨業收益的利潤 入到這個票價機制裡面 但是 我們看回那些細節 本身你0.6 就算生產力因素 計算是零 都會加進去的啦 你上一次檢討也是這樣啦 是零 但是加到特別扣感0.6 這個意味著什麼呢 一程10元的車 你是 感到額外感到 因為生產力 因為這個物業收益 額外是感到 兩個先 這個是否可以這樣引入來這個機制裡面呢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呢 是忽憂市民呢 第一個 第二個呢 你是解決不到一個問題就是 港鐵就算是盈利300億 400億 500億 所以 仍然是要加價 這個 又是市民的一個 很大的意見 和訴求來的 看看局長 可不可以回應一下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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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議員的提問 我真的都要講一下背景 那 每一次票價調整那個機制 就是 每五年 就是我們會檢測一次 上一次那個其實去到 今年 就已經是 是要重新再談過的 上個五年 就放了一個0.6% 那個是 百分比 是 當是一個生產力的因素 其實那時候是一個 是一個有時限性的 和一個特別的安排 來的 那就是今年其實沒有了 所以我們其實 是要從頭開始再談的 所以在我們這一次 也都 聽到市民的聲音 就是希望將利潤 都能夠表現到 在那個 票價調整機制裏面 所以我們都 隨著這個方向 我們跟港鐵 商討 就著這方面 一般來說 現在我們談到就是0.6% 就算是 它賺得不多 或者甚至是虧本 它都是0.6% 而且這個 我們是 擠進營運協議裡的 就是說 其實 以後都是 當然下一次五年之後 都會再談 但是其實這個是 對於有一個 複合的效果 就是說 我們 放在營運協議裡 從0.6%到0.8% 看看它的利潤水平 但是 複合的效果就是 長年累月之後 那個效果會很不同 那麼 議員也是 提到 究竟那個 似乎加多減少 那麼事實上 在過去十幾年來 那個 因為那個 方程式 其實就是 加了兩個數 第一個叫 綜合物價 即消費物價的指數 以及 運輸業的工資的指數 其實這兩個數 其實都在升 變成 變成 其實為什麼這個 也解釋得到 就是說 一般來說 就是說 等於我們 很多時候通脹 其實都會 通宿不是經常有的 所以 為什麼會很多時候 每一年的 那個 票價那裡 它都會是升 這個跟那個 大維的指數有關